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印尼恐怖电影第三只眼睛 电影开始女主和男友达文正在喝咖啡 这时女主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从电话中女主才得知自己的父母意外去世了 因为女主的父母一直住的是职工宿舍 所以现在需要将他们的东西 以及女主的妹妹贝尔 搬离这里 女主听到这些消息来不及多想 连忙乘坐飞机和男友一起回了家 因为女主没有太多的积蓄 所以为了生活 女主决定搬回到家中的老房子中居住 可是妹妹却不想回到这个房子 原来妹妹从小就能看见鬼魂 在妹妹小的时候 一个鬼魂来到妹妹的房间 抓伤了妹妹 而且妹妹常说这里居住着鬼魂 所以妹妹并不愿意回到这里 最后在女主的吉利劝说下 妹妹才勉强同意 然而当天夜晚 妹妹就再次看到了鬼魂 之后为了安抚妹妹 女主应妹妹的要求找到了一个神婆 神婆告诉妹妹 她从小就拥有阴阳眼 所以才导致她能够看到鬼魂 女主不相信这些鬼神之说 为了验证妹妹的说法 她特意让神婆也给自己开了阴阳眼 可当开了阴阳眼后 女主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于是心里更加肯定要给妹妹找心理医生的打算 可疑的是 女主当天回到家 就在胳膊上发现了瘀青的抓痕 隔天女主来到医院看病 在她的旁边有一位浑身伤痕的小女孩 小女孩让女主转告自己的母亲 自己很爱她们 女主按照小女孩的要求转达了她的话 却不料小女孩的母亲称 自己的孩子在早晨就死了 女主不相信询问医生后证实了 确实如此 紧接着女主便在医院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鬼魂 女主崩溃的回到了家和妹妹说了今天的事情 妹妹说 这些鬼魂其实都有未完成的心愿 所以迟迟不愿离开 没想到晚上在家中又看到了妹妹口中所说的住在这里的鬼魂 与此同时妹妹也在房间里看到了鬼魂 女主看着鬼魂在家中喝水吃东西 宛如正常的人一样 最后女主上前质问鬼魂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口中念着家就冲着女主冲了上来 女主当时就被吓得不轻 隔天女主和妹妹以及男友又找到神婆 神婆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帮助女主他们进入到了鬼魂的世界 这才了解到 原来女主家中的鬼魂曾经就居住在这里 不料一天一个小偷入室杀死了他们 而那个小偷就是现在这里的园丁 所以他们想要霸占这个家 而现在想要摆脱他们的纠缠只有两个办法 一搬离这里 二将他们的灵魂引到冥界 因为女主没有钱 所以只能选择了第二种办法 很快神婆做法 试图让女主引他们到冥界 没想到最后女主反倒被鬼魂附体 被附体的女主十分癫狂 直接来到了园丁的家里 杀死了园丁 之后鬼魂因为女主身上的力量太弱 于是又转身附身到了妹妹的身上 想要霸占妹妹的身体 而后妹妹就进入到了昏迷不醒的状态 神婆告诉女主 现在想要救妹妹 只能到冥界将妹妹的灵魂带回来 这样的话 女主也要化身灵魂状态 而这样伴有一定的风险 女主现在只剩下妹妹一个亲人 于是决定毅然决然去救妹妹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女主不是死人 所以即使是灵魂的状态 她的身上也带着人类的气息 而这种气息会让冥界的鬼魂蠢蠢欲动 十分危险 要想有个完全的办法 就是再找一个其他的灵魂和女主一起 可是哪里有人愿意冒风险 帮助自己去救妹妹呢 就在这时 神婆走到女主的身后捂住了她的眼睛 原来女主从小也拥有阴阳眼 只不过她的阴阳眼没有妹妹开得大 所以她只会偶尔看到鬼魂 而且大多数时间 她根本分辨不出来哪些是鬼魂 其实女主的男友就是鬼魂 早在很久之前 女主的男友就出车祸死了 于是最终决定由男友陪伴女主 去冥界寻找妹妹 到了冥界 一路上也算是有惊无险 凭借着男友身上的气息 并没有太多的灵魂敢靠近 最后女主成功找到了妹妹的灵魂 并将她的灵魂带了回来 在那之后 姐妹两人也渐渐习惯了身边时常有鬼魂 她们现在不仅不害怕鬼魂 还会时常帮助她们完成未完成的心愿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